大家好,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MF1 MF1 在前面幾部影片呢 你可能已經知道MF1的一個簡單的意思 不過我們這邊要來更仔細討論 就是MF1的一些用處 還有它的一些定義 我們可以先看 我們先看MAE的情況 我們先從MAE開始 好,這是一個MAE的一個累計圖 所以我們昨天已經有學過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MAE的累計圖可能會是一個正偏 OK,這是一個正偏的一個MAE 正偏的MAE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對不對,但是你還是有很多什麼 你還是有很多策略什麼 它的MAE是過高的 還是有大概40到50 看狀況 或者是更高 或者是50%是更高的情況 它的MAE過高 好,那這個東西就是什麼呢 這個會導致我們的Profit Loose呢 就是它的分布是什麼 分布會 就是不好 OK 失效 OK 就沒有用處 好 Profit Loose的分布不好 這有很重要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因為你的Profit Loose的分布如果不好 你很多的一些策略的一些 Trading Performance的一些指標 都沒辦法用 OK 如果你的Profit Loose呢 分布如果不是很好的話 或者是不是那麼清楚 可以看到你的策略的好壞的時候 通常你對應你的策略的一些 Trading Performance的衡量的方法 譬如說呢 你可能用你賺多少錢啊 你可能用你什麼Mess Jodan 你可能用Win Ratio啊 你可能用Expert Payoff啊 好,這些都沒有用 好,這些都沒有用 只要你的Profit Factor是不好 那你的Profit Factor不好呢 那很有可能 大部分的原因 是你的MAE過高的策略 可能交易可能太多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 好 MAE過高呢 你有幾種解決方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放什麼 我們可以放Starlos 對不對 我們在前面講到 我們可以用MAE的累計圖 來放Starlos 那第二個一個比較光明面的處理方法 比較積極的 Positive的 比較積極的 解決辦法呢 就是我提早的 把它獲利 OK 好 好 就是Type Profit 好 如果我提早的 對我的策略呢 去做獲利的這個 停利的話呢 或許我們這些 有這麼高MAE的這些策略呢 就可能會消失 對不對 他們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 這是一個Payoff plot OK 好 你可能Long Ent在這邊 好 然後呢 你接下來的Payoff plot 可能長得像這樣 OK 好 對你來說呢 你的這筆獲利呢 它在一個相對高的位置 Long Ent在這邊 你賺的蠻高的 Pofit高 但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MAE也相對什麼 相對它的Pofit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MAE比上什麼 比上它的 最後賺的錢 幾乎是接近什麼 接近1比1 OK 所以你的MAE跟你的最後賺的錢 是一樣高的 那這就變成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要保留這一筆交易的話 好 你如果要保留這筆交易的話呢 你勢必你的停順點會很大 對不對 你的停順點可能要放在哪裡 你的停順點可能要放在這裡 對不對 它才有可能什麼 它才有可能這個 提早的這個 它才可能最後碰到你的最後的Pofit 對不對 所以你的停順點可能放很大 所以你為了遷就這一組交易呢 你犧牲掉很多交易 它可能可以停順在更小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MAE過高的問題 我們最好什麼 我們最好是在MAE之前 我們先提早的獲利了結 OK OK 所以這個概念如果你先有 就是因為MAE跟我的Pofit呢 我可以拗嘛 對我常說這個叫拗 OK 就你可以拗嘛 就是你可以一直一直就是一直拗 所以你可以拗很多情況 然後最後你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但是你的MAE很高對不對 MAE很高呢 你就要想到什麼呢 你就要想到你的MAE的Count圖呢 它可能會有什麼 它可能會有很多是什麼 很多是在很高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不好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 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 好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 好 這是一個Payoff plot 好 這是Long Engine 好 到這邊是它原本要Long以自己 對不對 好 我們的MFE的算法呢 MFE有很多算法 好 坊間的MFE的算法 或者是網路上你查到的 包括像中文的資料 我跟你講都是錯的 就是呢 MFE的算法 他們都算這一段 好 最高的這一段 好 也不能說他們錯 就是說我在分析的階段呢 MFE你用這一段是可以的 但是在以後呢 我的影片裡面呢 還有包含我在彈的MFE呢 都是底下我會定義的這個MFE 好來我們先看MAE在哪 我們先看AE 這個AE在這裡 對不對 你有三個AE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是MAE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這邊彈的MFE呢 通通都是在MAE之前的 MFE呢 一定要在MAE之前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那這個觀念 大概也是這近十幾二十年來 開始慢慢演變出來的概念 傳統的MFE是什麼 傳統的MFE大概就是這一段 但是在現在新的 許多國際上的一些 這個一些專業的交易的人呢 他們的MFE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MAE的什麼 在MAE之前 因為MFE在MAE之後呢 它的用處不大 不是說沒有用 我們以後也會講到 這MAE之後的MFE是有用 MAE之後的MFE叫做 Continue MFE 好 那Continue的MFE 我們以後會講 這個是進階的課程 這個 這個的用處比較複雜 好 那先不管 先不管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先不管它 我們先看 MFE一定要什麼 MFE一定要在MAE之前 所以在MAE之前的 FE呢 有這三段 所以MFE是在這裡 OK 所以MFE是在這個位置 好 所以呢 MFE一定要在MAE之前 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要用這個MFE來設定什麼 來設定我們的停力點 如果MFE在MAE之後 那我們設定的停力點呢 就會因為碰到停損 它不一定有用 所以MFE是放在MAE之前 那我們如果放我們的 Table FB FE來的低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提早的把它停力 OK 不會因為MAE呢 碰到停損點 然後造成我的MFE 是有問題的 不會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可以讓MAE跟MFE 是獨立的 OK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也是新的一個MAE MFE的大家新的一個定義 好 我再來重新的講一遍 就是 講慢一點 講清楚一點 你看 好 這是一組什麼 這是一組Long Entry OK 這是它的Pill Plot 好 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MAE應該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MAE 好 所以 MFE呢 MFE呢 是在MAE之前 所以你要在這裡去找我們的MFE 好 MFE是在 MAE之前 所以MFE是什麼呢 MFE是這一段 OK 所以這個是MFE 好 一定要記得 MFE是在MAE之前 我這個影片呢 接下來講的所有東西 MFE都是在MAE之前 不是說後面的MFE沒有用 以後會講到 這個是進階的用法 不過現在呢沒有用 我們現在討論的MFE 都是在MAE之前 OK 所以我們這個MFE呢 可能跟你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或者是別人研究呢 寫的一些程式碼呢 可能定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定要檢查 所以我之後的所有的理論呢 都是在MFE到MAE之前 那這個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說你 你應該學習新的東西嘛 所以 要記得這件事情 好 MFE在MAE之前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停順點是放在這裡 然後我的停利點是放在這裡 OK 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這個停順點呢 對這筆交易不會有影響 它會先提前的碰到什麼 提前的碰到TPOV 它會提前的碰到停順點 所以它的交易的週期是什麼呢 它一定會什麼 TPOV OK 好 所以說呢 我們的這個定義方法呢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說什麼 史拉路斯如果對MAE有很大影響呢 沒有關係 因為它TPOV會掉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的MAE就是什麼 你的MAE就不會影響到 你的這筆交易 好 如果你的TPOV放的比MFE小的話 你會先被TPOV掉 好 這個我們之後畫那個MAE對MFE的分布圖 你會比較了解 好 這個未來 OK Next 好 就是我們會討論到這個東西 到時候你會看到這個東西的好處 MAE要在MAE之前 好 所以如果我們的TPOV能放在這邊 讓它提早的什麼 提早的停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好 我們一樣畫一個Payoff plot 好你看好 假設呢它進場的價格是在30元 它的MAE 它的MAE呢 是6塊錢 所以就說它的MAE是在24塊 OK 好 假設它的MFE呢 因為MFE要在MAE之前 對不對 好所以MFE要在MAE之前 好 好 所以呢 假設這個MFE是什麼 MFE4塊 好 所以這個4塊呢 它會在哪 它會在34元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放什麼 你今天放一個停順 停利點呢 是在什麼 在33元 那你的這筆交易呢 就會這樣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上去 對不對 你就會碰到什麼 碰到你的停利點 因為你的停利點是33塊 對不對 你可能更早碰到 反正不管它 你只要MFE 超過你的什麼 超過你的type fee 你一定會碰到 所以這筆交易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一個 賺錢的交易 當然它原本就賺錢 對不對 它原本就賺錢 只是它現在賺的比較少 對不對 但它賺的比較少的同時呢 它的MAE變成什麼 它的新的MAE在這邊 這一段 變成它的新的MAE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呢 我們犧牲我們的獲利呢 我們也同時把什麼 同時把MAE把它變小 同時把MAE變小 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說呢 我們的MAE的累計圖呢 它就會被我什麼 被我擠壓 所以這是原本的 它有很多什麼 MAE是很高的 那因為我放了type fee之後呢 它就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這樣 因為我放了這個type fee ok 那這對我們來說是好的 對不對 因為當我們的type fee 能放下去之後呢 我的MAE可以被我壓縮到 它的MAE都會變小的時候呢 好 那這樣子呢 它的什麼 它的Profit Loose的分布圖才有用 那Profit Loose有用你什麼 你的trading的performance 才有用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 不瞭解這一套 然後他在一直弄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MX Margeo Down 什麼什麼那些東西 沒有用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Profit Loose的分布 你不瞭解你的潜在風險 是MAE跟MFE 潜在風險跟潜在獲利的話 你沒有處理掉這件事情 讓你的MAE盡量小的話 你基本上 你看trading performance 是沒有用的 就沒有用 不是說沒有用 你知道我不會講絕對的東西 就是說你會 有很高的機率 沒有辦法 很有用 ok 好 我再來仔細講一次 因為這個我要多講幾遍 因為這東西非常重要 好 在這個圖裡面呢 它有一個特色 你沒有發現呢 我在畫Pay of Plot的時候呢 我都是畫這樣 我畫這樣的原因是什麼 我其實是在暗示你一件事情 你應該什麼 你應該進場的時候 在波動小的時候 然後你應該出場什麼 出場在波動大的時候 這個不是只有我這樣講 你去看所有厲害的交易員 他們寫的書 他們網路上的文章 他們的部落格 幾乎都是跟我講的是一樣 所以我講的東西沒什麼特別 都是都是常識 你懂嗎 就是完全不是特殊的東西 好 所以我畫Pay of Plot出來呢 我大部分都會畫成這個樣子 就是它波動會越來越大 ok 好 那像這個情況呢 它的什麼 它的MAE是這一段 對不對 好 MFE在MAE之前 所以說呢 你要在MAE之前的什麼呢 FE裡面去找 FE 好 裡面的FE最高是什麼 最高是這一段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是它的MFE 好 所以如果今天我可以放一個什麼 我可以放一個table fee是什麼 table fee 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放一個TP呢 是小於MFE 它就會幹嘛 它就會停力掉 最後呢 MFE就跟它的TP是一樣 而且不只如此呢 它的MAE還會幹嘛 因為MFE在MAE之前 所以它的MAE一定會變小 所以它新的MAE呢 絕對會什麼 絕對會小於原本的MAE 絕對會小於原本的MAE OK 新的MAE一定會小於原本的MAE 會小多少 我不知道 反正它一定會變小 如果你的策略是好的話 它應該會小蠻多的 如果它的策略是不好的話呢 它應該什麼 它應該不會變小太多 所以MAE會什麼 MAE會變小 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放type of fee呢 然後讓MAE變小的做法 為什麼要把MAE變小 好來 我再講一次 MAE為什麼要變小 MAE變小的好處呢 你的什麼 你的MAE跟累計圖呢 它才會什麼 它才會變得什麼 變得比較 比較小的 集中在這邊 你去擠壓它 因為你讓MAE變小 有跟上嗎 如果沒有跟上 你就留言 我再拍另外一部影片再講 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MAE之前的MFE 如果table of fee 在之前的MFE之下的話 那我的MAE一定會變小 因為這個MAE是最大的 對不對 所以在MAE之前的AE 在MAE之前的AE 一定會比原本的MAE再更小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去擠壓 什麼 擠壓我的MAE的分布 所以當我擠壓我的MAE的分布的時候 我的profit loose 的分布 才有用 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看一些trading的 performance的衡量的方法 就是它才會有用 OK 要不然你為什麼每次都overfitting 你為什麼每次都弄策略的時候 你在insample都是好的 那進到實際上場 然後要做的時候 你的策略就失敗 因為你沒有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你一直讓profit loose 去找一個參數 然後讓profit loose很好看 那潛在的MAE還是沒有消失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會輸錢 OK 所以這個概念一定要了解 所以今天講的最重要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什麼 MFE一定要在MAE之前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OK MFE要在MAE之前 這樣子才會什麼 這樣子我們的TP小於MFE的話 才會TP 才會什麼 才會讓TP等於MFE 然後還有才會讓什麼 才會讓MAE變小 對不對 才會讓什麼 讓我的MAE的分布 被什麼被擠壓 所以才會讓什麼 才會讓我的profit loose呢 有用 才會讓什麼呢 才會讓我的trading的 performance的衡量 是有用的 OK 好簡單就講到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記得 不是說後面的MFE沒有用 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是Continue MFE 我們以後 講進階的課程會講到 但是基本上 在現在這邊 MFE一定要在MAE之前 一定要記得 然後你在網路上 看的文章 讀的東西 你一定要確定人家想法 跟我們一樣 要不然呢 我講的所有東西呢 跟人家講的會不一樣 OK OK